我最近有个发现 就是当我在跟我朋友聊天 甚至是年轻一辈的观众朋友 他们跟我talking的时候都会聊到 关于北欧风格这样的一个新感觉 因为对他们来说 新古典可能太沉重也太遥远了一些 而北欧风格当中 其实因为可以是新一代时尚一个风格的代名词 同时北欧风格在预算跟精简上面 可以拿得比较准确 也因此受到年轻一代的喜好 所以在今天幸福二三世当中 我们要请李升雄设计师来分享 怎么样在有效又精准的预算内 完成北欧风格 同时你也可以搭上一些连锁品牌的家具 它在价钱上比较合乎年轻人的荷包 可是又不失水准的风格 北欧风格呢 俨然的成为现在是一个非常时尚风格 受到年轻朋友喜欢的一个代名词 不过在我印象当中 北欧风格可能就是比较白色 然后可能搭配原木就是一个重点 还有一个我看到的北欧风格可能就是极简 然后又非常的现代 这是我们认知的北欧风格 可是李升雄设计师 我知道现在在北欧实际的公寓 不是这种感觉对不对 对没有错 我们就来看看那个北欧实际上 他们那个北欧人的那个公寓里面的一个状况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里面 它会有一些比较古典的元素 因为北欧它其实事实上有一些公寓啊 是比较古老的公寓 甚至有百年的公寓都有 所以它会有一些比较古典的元素 譬如说像这个门上面它有一些古典的线条 但是它会搭配上比较现代设计感的一个家具 再来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它电话板会有一些线板 然后呢会搭配上现代感的一些设计家具 这几张照片里面啊 也都会有个共通的元素 就是我们的木地板 所以说我们在这些照片里面会看到一些东西 那这张照片也是一样 这张照片古典的线条又更多了 甚至它有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壁鲁在里面 然后会搭配上木地板 以及现代感的一些家具 所以说在现在真正的一个北欧生活里面的北欧风格 它事实上应该有一些新旧元素相互的一个搭配 会有一些古典线条元素 会有比较现代感的设计家具 因为它虽然有一些古典的元素 但它又不是新古典 它也不是维多利亚风 因为它搭配上了现代感的家具 所以它就是我们在讲的 所谓现在的一个北欧风的一个方式 OK 难怪非常受年轻朋友的喜欢 是的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北欧居家风格 其实说穿了 我觉得它很像是把北欧的某一个公寓 然后可能迷你版size缩小 然后放到台北来 我们聊一下这个房子本身的一个状况好了 它不但是把迷你版缩小到台北来 它还做升级 因为这个半子它其实本来是两户的套房 因为前任务组它就已经把它打通了 把它合并在一起 所以它单层面积大概月略有16坪左右 那因为它是挑高的 有4米2 所以说我们事实上还有一个附层的空间 那上面大概有9坪左右的一个空间 那因为我们想要营造那样子的一个 北欧公寓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也融入了一些古典的元素 像是这边的这个沙发的一个背景墙 我们就用了一些古典的线条 搭配一个清爽一点的 有点蓝色小色化的一个壁纸 然后把那个古典的元素把它带出来 这个感觉就很像北欧舊的公寓 可能上漆上壁纸去呈现 然后呢我们安排了这些古典的元素之后 我们当然也要安排一些比较现代感的一个家具 我们是选用现在连锁品牌的一个家具 那这连锁品牌的家具都非常的有设计感 它也是来自于北欧嘛 所以说我们一定用这样子的品牌家具 把这样子的感觉带出来 延续到我们的这个电视墙的部分 因为我想要有那种北欧老公寓的一个那个感觉 所以我就用了砖片 然后把它是700 它这个样子也就会很像是旧公寓 然后我们因为把它翻新 所以会有一些旧的元素 然后再把它做上期更新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诶的确啊 讲到这个北欧风格文化史是最具代表新的一个建材了 是 那这个电视墙啊 我运用的这样子文化史的一个元素 是然后它又挑高 所以一路往上延伸了就会非常有感觉 那我们一样把这样的元素延续到它的背面 那它的背面就是楼梯啊 是通往楼上的一个楼梯 那我们一样延续这样子的一个元素 然后呢我们还搭配一些比较像是英式的路灯的一个壁灯 那它出现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我们电视墙的旁边 一个是那个楼梯到一半高的地方的那个空间 我们也用了这样子的一个壁灯 路灯哦 路灯 那种十八世纪副主的感觉 对对对对 因为我还是想要把一些比较古典的复古的元素把它带进来 那也包含到我们挑选的主灯 也是有一点那样子古典的元素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营造我们要的一个 新旧交替的一个北欧风格的感觉 然后在这个空间 客厅的空间啊 我们有一个高窗 跟一个落地窗 那高窗跟落地窗 因为它的光线都非常好 而且它是一个挑高的一个空间哦 所以我们就选用了定制百叶这样子的一个素材 好 那它可以来做调光 因为我们用手动的方式就可以来做调光 那它可以分割为好几个不一样的区域 那它可以来调整我们要的光线的一个感觉 其实这个光线光影进来的氛围 就会有北欧光影的那种feel 对 因为这样子的素材 这样子的愉快 它本身就是非常有欧洲感的一个愉快 把整个的氛围弄得更像是北欧的一个公寓的感觉 我觉得这样也会比做落地那么挑高的窗帘来得好整理多了 对 那我们还搭配到一些我们刚刚有讲品牌的家具嘛 像这个餐桌啊 我们是选用那个品牌家具的一个餐桌 那它是机能性的 像我们现在是两个人做 但它也可以调整成四个人做 那如果再加上两端 它就可以变成六个人做的一个餐桌 其实在北欧美的一个设计的概念 在我们的居住空间里面 其实比较少去做一些定时的一些设计 对耶 它们比较重视一些家具的搭配 家室的搭配这样 所以像这样家具的方式 它可以满足一年四季想要换新型 甚至是重新买新家具回来布置的乐趣了 我觉得欧洲人很喜欢这样子 虽然室内仅有16屏 但是利用跳高空间所创造出来的阁楼 美感跟机能性还是让人羡慕不已 紧接着呢 楼下还有两个房间 我们一起去看看哦 OK 现在我们来看到 这是其中的一个房间 对 那我有发现就是北欧风格当中 当然你融入了一些新旧交融的元素 但是不变的元素是木地板 对 像这一个房子的木地板啊 我们选用的是一样是欧洲进口的一个超耐磨地板 超耐磨 对 那它那个表面的材质可以防得非常像原木的质感 那因为超耐磨它的好处就是它 不怕你揉令它 然后它也好清理好保养 所以我们选用这样子的一个材质 OK 另外在这个房间里面 我们就刚刚有提到一个品牌的家具 连锁品牌吗 对对 连锁品牌 那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也放了这样连锁品牌家具的一个床 但是它进来以后因为它毕竟是现成的一个床铺 它跟现成的尺寸难免会有点不契合 像这个床进来以后它在旁边就有一个大概12公分的空隙 我看到了 OK 所以因为这样的空隙它其实非常尴尬 那后来我们就请木工师傅定做了一个成板 然后把这样子的空隙把它补起来 所以这样也可以变成是我床头的一个部分了 对对 OK 我想今天经过李森雄设计师的介绍之后 我绝对相信像这种新旧交融的北欧风格 应该会变成新一代年轻人所喜欢风格的代理词 对 没有成 OK 今天要非常谢谢李设计师了 谢谢